大家好 我是Bersey Satchia 今天呢 要介紹給大家日本的最新流行物喔 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是 現代人 每天都是手機不離身啊 還有那個工作可能要用電腦 眼鏡一定又很疲勞 所以第一個我想要介紹的是 眼藥水 對 那 這一個是熱敦眼藥水 我想大家對熱敦這個牌子不陌生 應該會先想到傳統的綠色包裝 前陣子在台灣很紅的小花眼藥水也是他們加的嘛 那這個是它的最新版本喔 那它不一樣的呢 它是有櫻花的味道喔 然後它的包裝 真的也很可愛耶 整個就是少女薰噴發 更厲害的是 不得不佩服日本的設計啦 真的是超級周到 你看喔 這個 它有一個機關 除了這樣很可愛之外呢 這樣子從正上方看 它會呈愛心的形狀 看得出來嗎 這樣子愛心 超可愛的 這一個的代言人呢 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生 Gaki 心人結衣喔 所以到日本的時候也可以看看它的廣告 那如果男生覺得櫻花那個罐子粉紅色太可愛不好意思用的話呢 推薦你們用這個 登登登登登登 Velot Premium 對 那這一個它的包裝就比較帥氣一點 是藍色的 然後它還有這個 還有附這個小袋子 它呢 是在日本一千塊以上的燃藥水中賣的最好的一款 然後它的清涼感呢 會比剛剛櫻花的要來的更涼爽一些 這一個呢 我覺得非常適合來當作你那個上班上都想睡覺就點一下 就 眼睛就超級有精神來點醒自己 那目前台灣都沒有賣 所以大家可以去日本的時候買買看喔 再來呢 我要介紹的也是日本的老牌子 就是 那這個也是新產品台灣大家可能沒有看過 但是可能有看過類似的就是 也是寫AD 然後藍色的那個罐子 現在台灣有賣 然後台灣也很火紅嘛 那這個是它的新版喔 那哪裡不一樣呢 它多了一個這個 Hilling Harbourの香味 這個天然草本的味道 這個味道超療癒的 然後跟藍色那罐一樣 它有止癢的功用 所以它很適合來擦一些乾的皮膚 就是讓你不會再乾癢 那我個人覺得說它當護手霜 身體乳液也都非常適合 那我自己是喜歡拿來洗完澡的時候 拿來擦身體 對 我覺得它當做這個保養品也很適合 大概裡面長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味道真的超香的啦 你看 擦一下 它是這樣子 然後非常保濕 尤其在日本 如果大家去日本旅遊啊 這個真的我覺得是非常適合 因為日本真的是太乾燥了 老牌子的麵素利達姆小護士的牌子 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使用 而且這個很溫和的關係 所以小朋友都可以使用喔 那目前這個台灣沒有賣 所以可以去日本的時候買買看 這個味道真的很好玩 推薦推薦 那再來第三個是這個 Mino Amino Moist Mask 這個呢 也是最近在台灣非常熱門很紅喔 可是它不一樣的是 它是美白的版本 目前自己還沒有用過 但是我有用它的保濕型的真的很好用 這個我也覺得是值得期待的一個產品 那日本目前有出這個美白版本 最近剛出台灣應該還沒有賣 好那最後要介紹的產品呢 這個真的是最新最新的 記得它是3月16號才剛上市而已 是這個 它叫做 Melano CC COSOMUS AWASENGANG 對 那這一個呢 台灣有非常火紅的這個 酵素洗顏粉 大家應該知道吧 不管在台灣還是日本 真的非常火紅的 這個是第一支酵素洗顏粉 它的慕斯版本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邊搓泡泡 這個方便很多 而且它的泡泡真的是超級綿密的 用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嗎 對 超級綿密的泡泡 對 對 那這個洗完真的 臉也是非常清爽 而且不會乾舌 洗完的觸感也很舒服 這個是最新的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喜歡 記得訂閱按鈴鐺 這樣我們有新的影片會通知你喔 我們也有其他的類別影片 我們也有Facebook跟Instagram 每天都會用中日文介紹一些資訊 現在就按讚訂閱分享這個影片 就會有 下集再見 就會有下集再見 可以嗎 就會有下集可以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